從1950年冬季開始 土地改革在2億6千萬農業人口的新解放區 分期、分批、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 在土地改革的運動之中 中共中央規定的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就是 要依靠貧農、僱農、團結起中農 但是孤立富農和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 最後就是發展農業生產 土地改革的基本內容就是 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 再分配給沒有地和小地的農民 將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 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與此同時採取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 就是對於地主兼營的工商業 以及他們直接用於工商業的土地 以及財產、資金都不會沒收 土地改革運動堅持有領導地發動群眾的方針 做到領導骨幹和廣大農民群眾相結合 而為了深入地發動群眾 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團深入去農村 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會 並且組織農民向封建地主階級開展鬥爭 與此同時 將很多與封建土地剝削有聯繫的資本家 亦都團結到反封建的隊伍之中去 在土改裏面對於地主分子 除了個別最大惡極、民憤極大的 會予以鎮壓之外 其他的都會分配給一定數量的土地 讓他們可以在勞動之中改造成為新人 土地改革分三批進行 一半都會經歷發動群眾 劃分階級成分 抹收和分配土地 以及覆查總結等階段 今天在我們的神州五十年裏面 我們請來了兩位博士 有張偉國博士和麥敬生博士 跟我們講到建設新中國最早期的一個計劃 就是土地改革 當中亦都講到土地改革的理念 以及推行的時候遇到的情況 兩位博士不約而同都講到 在這個土改裏面 將人劃分成不同的成分 不同的階級 這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被判別為地主 但另外反而有個問題 我想問兩位 除了地主階級最容易識別 總之以前那些擁有很多土地的人 又剝削其他人的人 自己又不勞動的人 就叫地主 但另外還有三個成分 還有富農、中農、貧農 其實這三個都是農民 但他們的分別是甚麼呢 貧農最容易分別 純粹租人的土地 被人剝削的一些農民 沒有農具 甚至沒有生產資料 這種就是貧農 估計佔的比例不是太多 在中國來說 另外就是中農 中農自己有少許土地 往往未必夠一家人的生計 可能勉勉強強可以維持生活 有自己的農具 但是沒有剝削其他人 這種就是中農 所謂富農 即是自己有些土地 自己亦都會耕一部份的土地 又租一部份土地被人耕種 這一種就是 往往叫富農 另外一方面 可以有一部份的人 有其他的耕種之外的勞動 例如養豬 織布 或者做運輸 開一些雜貨店 都有這個劃分的 不過怎樣劃呢 就要看看土改工作隊的立場 換句話說 由黨所控制的人 當然黨不一定是黨中央 也不一定是毛澤東 是那些 一直到基層的幹部 怎樣來劃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很多時候會涉及到 各種各樣的利益矛盾 最明顯 就有一個事例 就是有人問 毛澤東你家裡 你鄉下是甚麼成分 毛澤東就說他自己是富農 有人說毛澤東是 是地主 不是 因為當時有一些 刷鞋的人就說 毛主席的革命家 應該是貧農出身 但毛澤東自己說 我不是 我是富農 他自己都說自己是富農 其實那個劃分 最主要就是 搞清楚 誰叫做 剝削階層 因為之前所說 如果你是所謂貧農 很清楚 如果根據馬克思的理論 就是 甚麼叫做 無產階級 那群人就是 他不存在任何的 生產的資料 唯一剩下來 就是他那個 赤裸裸的勞動力的人 那種就稱之為 無產階級 那貧農就很清楚 一定是 那種農 他有小部分的生產資料 但不足以行使這個剝削 嚴格來說 富農是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機會 但他自己從事勞動 但地主有很清楚 是一個助食的 一個非生產 剝削界層 那他們本身就是 他土地 佔有者 他不從事勞動 但他從勞動者所得 略取最大部分 那當然是打倒的對象 橫掃的對象 是 陳主任 我奉了山東省政府的命令 率領部隊來到太平莊 除了維持社會秩序之外 另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協助本地農民 執行黨中央頒布的土地法 是 是 各位 我黨山東省主席 黎玉同志 傳達黨中央的指示 山東省各解放區 有必要展開群眾鬥爭 是 各位 國民黨反動派 在農村的統治基礎 就是一小撮鄉新地主 和土豪惡霸 他們霸佔土地 剝削農民 農民每年辛勞的成果 都被這些不是生產的地主惡霸 吸絕了大半 自己呢 世世代代艾基底惡 為了償還高利貸 被迫賣兒賣女 唉 我們中國共產黨 要幫助被剝削的農民 從苦難之中解放出來 拿回自己應有的權益 但是啊 連長啊 那些鄉新地主 都是鄉長寶長 有財有勢 那些農民 怎敢跟他們作對 那些農民 怎敢跟他們作對 地主鄉新 都是人 他們此世欺壓窮人 是人民的公敵 他們不勞而獲 是寄生蟲 共產黨 要解救人民 要將這些人民公敵 社會寄生蟲 徹底打倒 要他們向人民認罪 交出剝削得來的資產 歸還給農民群眾 連長同志的說法 十分有道理 但是 那些農民 要向鄉新地主 租田耕種 沒有人敢 捏老虎收的 沒錯 所以 我要發動群眾 以群眾鬥爭方式 發揮群眾的力量 等農民群眾知道 運用自己的權力之後 他們就不會害怕 鄉新土豪的勢力 就會瓦解 黨的領導 就可以順利推展 群眾鬥爭方式 發揮群眾力量 是 陳主任 你召集太平壯全體村民 明天中午 去到曬谷牆 參加土改大會 回來我們今天的 神州五十年第五集 講到一番新的日子 先前 張惠國和麥敬生 都講到 在土地改革之中 一共將農村裏面的人 分成四個階級 而土地改革 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要打倒地主 那究竟打倒地主 令整個農村 起初一個怎樣的改變 和變化 就是因為 傳統中國的農村 知識階層 就是有讀書的人 通常都是有錢的 多數都是地主 或者是富農階層 一打倒 換句話說 將知識分子的基礎 都動搖了 農村 中國在清朝後期 取消科舉制度之後 在農村裏面 有學識的青年人 都離開了農村 去到這個城市生活為主 農村剩下 已經沒有什麼知識階層 經過這個土拐運動之後 連這些稍為有知識階層的人 都被打倒 農村剩下的 通常都是一些 真是沒有學識的 連識字的機會都比較少的人 那些人變成整個農村的骨幹 甚至很多幹部都是由這些 知識比較低的人來擔任 令中國的農村社會 進入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如果這樣看 到此階段 你可以這樣看 那個舊的秩序 就切底打破了 如果我們以往所認識的 舊中國裏面 就是剛才張惠國所說的 一個有多少錢的家庭 先有機會讀書 讀書完之後 學而休則是 然後他有了這個 試圖順利的話 他又再鞏固 既有家的力量 變成了一個這樣的循環 當然他有那個不健康之處 因為那時候的財富和知識 都是由一個非常小的 精英階層去壟斷的 那時候 很難會打得斷這個循環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一群所謂 我們叫做 時薪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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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是在舊社會裏面 那個進步的力量 可以這樣說 甚至乎有一定的領導 在那裡 現在當你剷除了他們 土地上 徹底已經剷除了 其實城市之間階級的批鬥 只是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你農村再沒有任何一個精英力量 可以凝固 可以去組織 所以接下來 農村的發展都不成功 都有很大的障礙 直到今天都有這個障礙 到了1953年春天 除了中央決定 暫時不會進行土地改革的西藏 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之外 全國大陸的土地改革 全部完成 加上先前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全國大約有3億多 沒有地和小地的農民 分配了大約佔7億毫土地 和其他一些生產資料 亦都免除了以前每一年 要向地主交納大約700億斤糧食的地租 剛才說到這個土地改革裏面 其中一個可以說土改的目標 就是消滅農村裏面的剝削階級 另一個土改的目標 其實可不可以說 亦都是為中國的經濟著手 就是希望可以刺激生產 這個就很清楚了 以當時來說 我們昨天又說回昨天那一點 中國是由低生產力 過渡過去社會主義 它不是像馬克思所說 由高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社會 過渡過去 所以你現在就要在短時間裏面 在社會主義裏面 做一些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做到的事 就是說你要在社會主義的中國 去發展中國的生產力 但是中國當時缺乏的是很多 資金是不足夠的 技術是不足夠的 現在這個土地的改革 就先希望可以做到 將生產力先提高 每一個人的勞動力和主動性 可以先發揮出來 以往如果是貧農階層 我們理解 比如說在俄羅斯時代 走一種叫農路制度 那種是不可以大幅提升生產力的 因為我所得的 絕大部分都是流入地主的袋裡面 大家的生產意欲是很低的 現在分了土地 每人佔了自己的土地 即一部分的土地 是可以將你的積極性 提高的 生產力相應提高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好的起步點 事實上也是 1952年之後 中國的生產力 農村生產力確實提高了 但是沒有多久 馬上就出現一個毛病 根本已經沒有再提高的空間了 因為農民用人的勞動力 來發展這個經濟 始終是有局限的 到某一個水平的時候 就過不了了 所以毛澤東就覺得很急 急到 我有什麼辦法再進一步提升它呢 留待以後再講 這個就令到中國在農村的政策裡面 是走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路向 但是土改當時來說 是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將這個農村的資源集中起來 這個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政府 似乎都很難做得到的 但是到1950年的時候 就開始逐步是實現到的 嗯 那麼在這個土地改革 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時 其實中國在對外的那個形勢裡面 也都進行了有一場很激烈的戰爭 那麼我們下個星期同一個時間 在神州50年裡面 會繼續請來有張偉國和麥敬生 和我們去進入另一個的領域 會講一下這個韓戰的爆發 今天在節目裡面 多謝兩位 謝謝 謝謝